歡迎收看 答案題要節目會 我覺得每次出國的時候 我最喜歡到每個國家的市集 真的 對 因為感覺是去挖寶 然後會看到很多 就是我們一般的百貨公司 看不到的東西 那邊真的很好逛 而且在台灣其實也有很多市集 各位 這個就是我之前跟我女兒 去擺攤的照片 他還在算錢耶 老闆娘 像台灣的 在台北有四四南村 還有那個長村 泳村市場 還有天母 泰澡市場 對 六日其實都有很多那邊的市集 那我們都是拿自己的東西去賣啦 但是那邊也有很多人是手工藝 自己的那種藝術家 自己做的那種東西 那你這個營業額多啊 這個不好說啦 我也是這樣 你知道嗎 不是 你知道嗎 去市集的好處就是呢 他呢 都是可以殺價 對 他們都殺得亂七八糟 你知道嗎 我有一雙鞋子 買了五六千塊 我想說去那邊賣兩千 應該是很好賣 各位 最後三百塊賣出去 他一定說 規矩你很帥 沒有沒有沒有 你就為了這句話 我說你們明星賺那麼多 沒有沒有沒有 對 三百塊 所以我們在市集呢 可以撿到很多好康 好便宜 台灣認識那個地方 對 更認識那邊當季恐怕 所以我們接下來好好聊聊 各國的市集 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歡迎大家 大家要不要分享一下 台灣有什麼樣的市集 你覺得很不錯 很不錯 要推薦我們大家去的 我推薦的是在 寶藏園 就是 公關那邊 有沒有 就是 就是寶藏園那邊 但是一個 算是 所以很多台灣的藝術家 還有國外的藝術家 都會在那邊 然後他們會 煮那些房子 老房子 所以有時候 裡面會有一些表演 然後有時候 他們會擺 實體 展覽 然後就覺得很可愛 然後呢我以前 也是 藝術家朋友邀請我在那邊 擺堂圍 然後我的堂圍是 畫 大家的 畫像 畫像 對 然後 特色是因為那時候我是 可以幫你畫 然後 畫成你喜歡的教舍 像這個是 沒人浴啊 然後這個是 拱珠 對 而且你畫得好可愛 謝謝 因為我超喜歡 盧卡斯的畫風 是 超級可愛 他的就是有一點 夢幻 但是有點現實可愛 對 漂亮 可是我就是有一點懷疑 因為那時候 我的同學 他是 他的價格是一幅一百塊 一百塊 一百塊 所以我就是一百塊 花一幅 可是就好玩啊 其實 對 或是交朋友 那你今天想玩一下嗎 今天想交朋友嗎 好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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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帶畫筆來嗎 有 那我花知識人們 好 我們兩個 好 那你邊畫 我們繼續主持喔 等一下 今天是多少 今天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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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了通知我們 好 不要理我 好 安娜 我之前有擺攤過 沒有沒有 很厲害 我之前在林口 就是參加二手市集 就賣我跟小朋友的衣服 我記得 繳了一個保證金五百塊 然後後來就在那邊擺攤 然後衣服就隨便賣 可能一兩百塊這樣子 因為家裡的衣服很多 要收納也不方便 然後直接丟掉也不環保 浪費 對啊 好像說讓衣服找到新的主人 是一件好事情 對 那個時候 就那些衣服就一兩百塊 在那邊擺著 像彥均他們那種 對對對 有點像那樣子 但是照片就大概是四五年前 所以那個畫質有點 對 有點不是很好 你那時候有帶小朋友去嗎 對 小朋友也在 對 然後客人也 很喜歡跟我殺價 那因為衣服 就真的覺得說 反正已經不穿了 想要趕快處理 然後就說好啊 那可能兩百塊 然後就一百五可以嘛 然後客人就說OK啊 就這樣子直接便宜五十塊 然後客人就很開心 我也非常的開心 反正算是還蠻 好殺價的老闆 那那次的經驗 我覺得真的非常非常好玩 有機會的話 還想再來一次 對 帶小孩去真的很好玩 非常非常好玩 而且看到你的心愛東西 被別人買走 別人很喜歡它 你也覺得當你很棒 對 其實我們八大 我們這邊 我們定時也會拿東西來賣 每次看你們上班 穿我的衣服 我想說什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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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 我們現在都覺得好開心 對 好 那我要介紹是 我在泰國從來沒有看過 這種四集的 就是 喔 金國 對 因為我覺得 我們家是超多人 因為我們泰國 他就賣花的就是 就是小小的 就賣花 賣樹什麼之類 可是他不像這樣子四集 什麼都有賣 就很齊全 那時候是因為我第一次去世 就是我嫁進來第二年的時候 過年 可是走進去的時候 你就看到 哇 就是 你知道我看到 就是心情非常好 就是花又很便宜 一下進去喔 還沒有走到最後 就花了好幾千塊 而且那個走到最後超難的 而且都天亮走到天亮 就你關多少的時間 都感覺不夠一樣 就越買越想買 最後家人說 可以了 不要再逛了 不要再逛了 結果最後自己又再找時間 就每一年都去 我覺得這個花式蠻棒的 你過年的時候 哇 過年的時候那邊好有過年氣氛 真的 然後內湖這邊也有一個花式 裡面有很多乾燥花 所以在那邊也可以挖到很多的堡 好 剛剛是台灣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要環遊世界囉 各地有沒有什麼 很棒的市集呢 凱蒂 像西雅圖 其實你去美國 美國有一個 我覺得我們最常見的一個市集 就是我們的 但美國其中最有名之一的市集 就是在西雅圖 它叫做派克市場 派克市場 派克市場 然後這就是它 它的位置 所以你 好漂亮 後面的那個照牌 這個是它的照牌 後面就是海 1907年開始有這個市集 到現在 所以它有很多歷史在 它不只是一個市集 它也是有很多歷史在 那農夫市集的特色 是因為它會有很多就是新鮮的水果 蔬菜水果是最多的 超市的缺點是 你一種水果或蔬菜 它只有一種 可是你到一個農夫市集 它有十種 十幾種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 不像我 你就是個食物 我是不會 不太會煮飯 所以這是很多觀光客 也會去的地方嗎 觀光客也會去的 觀光客也會去的 然後很有名的廚師 餐廳廚師也會去這個地方 另外一個特別的點 是因為你看到 它這裡有一條魚 就是因為我們靠海嘛 所以其實我們不只是有生菜水果 我們也有超多 各式各樣的海鮮啊 章魚啊 大章魚啊 大螃蟹那種 超大的 因為都是 我們那邊的都是大的 那當然也不能忽略到 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在哪裡 什麼地方 喝咖啡 星巴克 不是喝咖啡 星巴克 第一家星巴克 就是在排客市場 沒錯 對 所以你去的話 以前他們會賣一些咖啡豆 只有在這一家才買得到 全球其他地方都買不到 但後來我最近在台灣也看過 那些那些豆子 我不知道它現在有什麼特別 但是它的logo不太一樣 它不是綠色的 因為它是一九七零年代的logo 所以它logo有慢慢變化 成現在我們看到的 它是咖啡色的 它原本是咖啡色的 對 所以你去那邊 你就可以到第一家 但一定會人很多啦 因為畢竟它是星巴克 那有另外一個地方 我要讓你知道這一隻豬 你找到它 這個它叫做Rachel 那其實它 其實它上面這裡就是一個 那個錢 純錢筒 對 它是一個純錢筒 很大的純錢筒 所以你去那邊你可以純錢 當然不是純你自己借錢 那是捐出去的 那個是因為我們的市場 是一個公共市場 它是非營利的 所以你捐的錢 就是在幫幫他們 因為以前他們有一段時間 是快倒了 因為他們錢不夠 所以他們就開始捐錢 你可以在這邊跟Rachel拍照 然後一定要摸一下 因為它會帶來好運 它後面就是 對我來說是 我們派克市場的 重點 它叫做 肥魚灘 肥魚 肥魚 肥魚市場 肥魚灘 對 肥魚灘 這些穿 橘色的 他們都會在這邊 整個都會走來走去 是 然後他會幫你選 外面的人 他會拿起那一條魚 魚來了 然後裡面的人 可以幫我們示範一下嗎 可以啊 假裝我今天要來買 這條是你了 這條是你了 這條看清楚了 這條 好 肥子肥 手牽 手牽 嗨 嗨 所以牠魚會這樣大聲的叫嗎 牠們都是大聲的叫 可是牠們不是活生生的魚 老闆人的魚好新鮮 沒有 牠是很新鮮的 可是牠是死掉的魚 而且開地很用心 牠還穿橘色的 對 對 所以牠那家 讓大家覺得說 那家店是很有活力的嗎 還是 對 牠們就是 牠們是有一點在 做一個秀給你看 所以比方說像這個 牠這個照片 不是有個很大的章魚嗎 對 其實有的時候 牠們這個冰塊下面 牠們會放一個棍子 然後牠後面的人 你靠近牠 有人 有客人會 可能靠過來說 這個是真的章魚嗎 然後牠們去摸的時候 牠就會從下面就 所以牠們就是 怎麼那麼濃 他們就是一個很歡樂 很歡樂的排版 對 所以一定要去的 所以牠們已經變成一個 很有名的表演 飛魚秀 飛魚秀 一帆 因為上次我 上個月帶我女兒去美國 我就第一次來到這個市集 我就覺得好好玩喔 牠是 然後牠是在那個 那邊 然後牠是集結了全世界 有五六百國家的藝術 五分比藝術家 然後牠們全部都蹲在地板上 然後就在牠們那個石頭地板上 就開始做畫 真的是看到我雞皮疙瘩 怎麼可以畫得像照片一樣 栩栩如生 真的 而且 Kobe Bryant 好酷喔 對對對 牠就是會 就是國家有什麼特色 牠就會畫在 比如美魔就是運動家 然後日本牠會畫動漫 那台灣的 就是中國代表牠會畫 嫦娥奔月 或者是龍什麼的 然後就可以順便文化交流 讓大家知道說 原來你們國家 就是有一些故事這樣子 然後呢現場還有很多的音樂家 所以你現場不只看畫 然後還有什麼小提琴手 然後薩克斯風 然後你就覺得天啊 那個氛圍好棒喔 對就是有很有藝術氣息這樣 然後有很多吃的 因為牠就在mall前面的一個大廣場 所以你要進去mall吹冷氣吃 或者是路邊攤 吃什麼hard dog 或是什麼捲餅 那邊通通都有 而且牠們所有所有的收入 是捐給艾滋病協會 然後我就覺得非常有意義 牠們每賣一副 牠就是捐給那個艾滋病協會 對 而且跟那些藝術家談話的過程 小孩子又可以了解說 每個人人生對不對 都不太一樣 這麼生 對啊 跟小孩子一樣 人生有新的領域 好 好 盧卡斯畫好了 好強喔 好強喔 而且那個不是那個嗎 Celar Moon嗎 對 Celar Moon 牠還把你的貓貓畫上了 真的 你在聽話裡是誰的 你說你這心裡面那個男的 萌蜜翔 因為到景天很像啊 真的喔 這個叫衣服 我們猜拳贏得可以拿走 剪刀石頭 還是我們把它剪一半就好了 剪刀石頭布 想說布 布 這待會兒再給我 那Cobi好 再Cobi這樣好了 他剛剛畫完之後 應該是說 我們邀請的巴西藝術家 我們要在地板繼續畫 對 我們在地板繼續畫 你應該可以畫一個大字 我們所有新住民朋友們 以後我們換地板 可以請他畫 對啊 你們到底要地板畫 謝謝 我們家的時間可以 我們發到這邊可以 你有沒有感覺 因為人氣在那邊吹亂 謝謝 謝謝 好厲害 好厲害 好感動喔 好的 韋帆 那我們發過最有名的設計 是聖誕節的 因為在法國聖誕節 跟你們國年一樣重要 那每一個城市都會有設計 但是最有名的在 那邊是從1570年開始舉辦的 所以算是四百五十幾年的設計 對 然後那邊是全歐洲最大的設計 就是那邊有三百多個堂位 所以你想買什麼 就一定會找得到 嗯 所以那個會有幾天 那個市集 一個禮拜 對 是從十月第一到一月初 差不多一個月 這麼久 然後因為那個設計變成真的很幽靡 他們最近一九九二年的時候 那個城市變成那個聖誕節的首都 哦 聖誕節的首都 對 對 對 然後因為那個城市旁邊有德國瑞斯 還有比利市 每天都會有很多外國人去逛逛 然後聽說最少有兩百萬個人會去那邊逛 哇塞 好多人 那在那邊有沒有什麼是一定要吃一定要喝一定要買的 第一個在那邊最重要的是不適合跟吃的 是氣氛 氣氛 因為那邊的建築都是聖誕節的 好漂亮喔 所以房子的建築都會加那個聖誕節的裝飾 然後會放聖誕書 天啊 這很像是童話故事裡面的那個樣子耶 這個是白天的時候 哇 好聖誕節喔 對 然後因為那邊天氣真的很冷 所以很多檀位都會賣熱紅酒 然後每一個檀位都會用不同的香料做的 所以一定會找得到所有的味道 好好 然後那邊也有很多聖誕節的餅乾 聖誕節餅乾長是薑餅的嗎 是這樣子 是小小的 然後都是聖誕節 對 這個叫Bredel 然後我們也有這個 你們一定有看過 Bredel 這是很大的 有點像麵包 不是脆的 所以我們在那邊可以吃得到比利時好吃的嗎 瑞士好吃的東西 在那邊都可以吃得到 什麼都有 都有 哇 好棒喔 去那邊等於是 過了三個國家的聖誕節 對 所以冬天的時候不想去派利 我覺得已經要去那邊了 還好 來 說到聖誕節 我之前去克羅埃西亞的時候 有逛了一個市集 那這個市集 在他們小都 叫Zagreb 然後 這個市集很大 那中間的部分大概就是賣 像剛剛有農夫市集那樣 中間他們的蔬菜 水果這樣 但是我自己喜歡的是 因為我那時候去也大概十一月還是十二月 將近聖誕節 將近聖誕節 所以那個市集就是非常的繽紛 然後很可愛 他們就一個小攤位小攤位 在賣自己的一些手做的東西 然後顏色就是這樣 幾乎都是紅色跟白色 然後各種這種小東西 很可愛 耶誕節 捏面人嗎 玩偶 應該是木頭的東西 那我剛剛說為什麼就是很像 很有聖誕的氣氛 是因為那個地方有一個在地的特產 那個特產叫做 Lizida Lizida 對 Lizida 它就是這種東西 很像薑餅人的那種東西 然後他們 很多種形狀 所以這些他們會買回去之後 可以當作是聖誕樹上面的一些中式 但是 其實它是餅乾 可以吃的 它是可以吃的 我剛剛是想問 這個是吃的嗎 大部分是可以吃的 但有一些他們如果想要放久一點 他們會噴那個膠還吸 那個就不要再吃 它有愛心 還有那個聖誕老公公的鞋子 還有這個雪花 但是這個愛心 為什麼我剛剛說 這是他們的特產嘛 因為這個愛心呢 這種樣子的 它不是只是在聖誕節的時候 拿來做一些裝飾 它是有意義的 是 他們在 不一定在聖誕節 但他們的男生會特別在家裡 他們每一家可能配料不同 就是有些是有蜂蜜啊 有些不同 但他做出這個來之後 他會在上面寫上 要告白的話 然後送給自己喜歡的女生 所以這個在當地是一種 定情的東西 它會有很多種 對 這上面的這些字 都是你可以自己去寫的 然後除了寫字以外 他們還有一個很可愛的 就是 他們會在這個愛心上面 可能不寫字 他會黏一片小小的鏡子 然後送給你 譬如我這樣送給莎 那莎你在看的時候 看這個愛心上面的鏡子 你會看到誰 自己 那就代表說 我的心裡是你 哇 好負面喔 我好負面喔 我怎麼聽到是 你回去照鏡子吧 你去照鏡子 你怎麼這麼糟糕 你看這個講什麼樣子 你回去吧 這次就是 對他們當地是一種 很浪漫的 因為這是男生送女生嘛 當地女生送男生 你在裡面也可以看到 他們另外一個特產生 然後也是很多是紅色 小小的領帶 真的領帶 我要幫助你的感覺 有點像 但是說他們那個時候 在一戰還二戰的時候 他們的另外一半要上戰場 他們會自己幫他打上領帶 那是一種心意 所以就是女生 就可能會回送領帶 或什麼這個動作 很有意義 滿有意義的 好 Ena 布蘭有一個季節限定的市集 跟教會有關的 叫做Oddbust 好 那我稍微介紹一下 因為教會 教堂 每個都有一個 自己的主堡聖人 就可能是聖安娜 聖誰誰誰 對 那每個 主堡聖人 他是有 處於自己的紀念日 那剛好遇到那個堂慶 就是紀念那個 主堡聖人的日的時候 就會辦一個市集 大家就是歡樂 那前面就是會有一個遊行 就大家穿著 傳統的衣服 對 傳統服裝 因為傳統衣服真的好可愛喔 在那邊就遊行 遊行 玩樂 就可以開始玩樂 那玩樂有很多種 就大家就會有 擺攤啊 有賣各式各樣的東西 可能就一些氣球 玩具 什麼 就想到的東西 好童話喔 對 基本上就是大家就是 歡樂的氣氛 甚至有一些 對 對 一些市集 對 然後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 遊樂園那種行動的 遊樂園的設施 甚至也有一些那個 有點像是台灣 夜社會看到的東西 我們 氣球 類似這種遊戲 像嘉年華 對對對 那種遊戲 那那個時候 也會有一些 比較特別的食物 那一個就是 烤香腸 是像德國香腸 那比較好吃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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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的 就真的 不要比較沒事 就那個 躺進的時候遇得到的 就是那個 它長得有點像是貝果 但是吃起來 比較像是 沒有 沒有加糖 的那種口感 我剛以為是菜瓜布 我剛以為是香蕉 沒有 那可能就是因為它沒有很好吃 所以它一定要買一整串 蛤 不好吃還要買一整串 不好吃還要買一整串 蛤 不好吃還要買一整串 你會不會講話 不是 因為他剛剛說 因為不好吃所以不要買一整串 你覺得好吃嗎 我覺得不好吃 但是一年一次 OK 比驗 真的 因為去廟裡面有時候 買一些東西 我也是吃青菜 這可以賣台灣人 那個 太暖 太暖 就真的像貝果這麼大 就好多 好多 像項鍊一樣 就像項鍊那樣子 對 然後我自己說 如果剛好去布蘭玩的話 可以查一下附近有沒有 這樣子的活動 我覺得還滿值得去參加 好的 沒錯 好 田中 日本應該很多吧 我剛好三個月 我有參加在 東京的台灣世紀 所以先看影片一下 哇 哇 東京的台灣世紀 對 所以有賣什麼東西 所以因為是在日本 是台灣吃的東西 食物是很紅的 所以買珍珠奶茶 還有炸雞排 王子民是整餐耶 王子民是台灣來的 好酷喔 對 然後芒果冰 芒果冰 滷肉飯之類的 臭豆腐還有沙沙醬 一味的話 什麼都日本人都喜歡 炸雞排 真的 而且是寫中文耶 對啊 蔥抓餅 蔥抓餅也是很小 台灣小鮮 也中文你們看得懂 看不懂 這在中文字間嗎 而且還滿多的耶 而且這個棚子也好抬喔 烏肉黃酒 一個都大概是八百塊Ruby 還滿貴的 八百塊 但是現在是那個疫情的關係 就沒有辦法過來啊 而且那個鳳梨也很像台灣的 那個喜氣的時候 對 對 採神高 有 這感覺就是台灣一個山山 都笨了 你說說 那個是日本的東京唐人街吧 華人街吧 算耶 但是只有四店而已 然後裡面開的那個老闆 幾乎都是日本人做的 你有去參加 我也有參加的 你賣的是 我有賣的是 牛肉麵 那你賣幾百塊 我有賣是一碗九百五十塊 大家都很喜歡 因為是在日本的牛肉麵 幾乎都是蘭州牛肉麵比較多 所以很少人吃過台灣牛肉麵 就吃到就有一點嚇到的感覺 是 是 吃的東西以外還有 算命 日本人幫忙算還是台灣人 還是台灣人 就是從台灣 就是日本的觀光客來台灣的時候 是很多人去算命對不對 對 所以他們的在台灣的老是過去 老是過去 哇 那他有沒有這樣 八百一尺 然後那個 在那邊就是賣吃的東西 還有蒜蜜 以外還有 有一個比賽 比賽 就是這個比賽是 台灣的水果是 在日本是蠻有名的對不對 那有名的是芒果 鳳梨 還有一個是荔枝 荔枝 對 那在裡面是吃一個荔枝 荔枝裡面有種植吧 有種子 種子 種植 然後要吐那個荔枝 喔 兔子 兔子 然後誰會吐到最遠的 你說兔子 兔子 兔子 你要這樣一直倒到別的地方去啊 兔子是比看誰遠 對 對 那是你的兔子 最遠的話 就是可以拿到就是 來回的台灣飛機票 喔 這麼容易拿 講像這麼大 他還有 我才會吐那個人 外面都有在練 那目前第一名的人是 19公封 25 怎麼可能19公尺 他也很短耶 等一下 各位 絕對不會是19公尺 各位 也不會是19公尺 真的 19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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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尺 1公尺 怎麼吐到19公尺 19公尺 一直在哪 各位一張機票 當然要 當然要拼一下 但這個遊戲也很台灣 很像耶 蠻可愛 蠻可愛的 好刺激喔 好的 韓國 就是到時候你們去的話 最常去的地方是索爾 那我今天想要介紹的是 這邊賣的是 不是東西 賣的是 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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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那個商 就是那個市場 叫韓國首爾的跳蕉市場 裡面的東西都是 可能你們看的時候 是韓劇一切裡面的 就是像古董的那種東西 或者是以前 可能我開蘭歌的 以前是在那種歌版的 金庫哥的那種時代 對不對 或者是除了韓國的傳統東西之外 也會有一些中國的 或者是其他國家的一些股東 也會有 然後也以前我們奶奶 一舊的東西 腳踩的 對 會都在 很多就是很老舊的東西 也都在裡面賣 然後看到也會有 這超級老舊的東西 所以那邊去的話 你們看到是好像 不是像韓國的現代的感覺 都是感覺到是 好像韓劇的那種古代的 好像搭了時光機 一到了好久 好久 好久 對 但很好很有趣的是 以前有一個導演 是去那邊 因為他就是想補到 他的劇本的東西 然後他一定要找辦法 以前的世代的這些服裝 跟生活的部分 所以他們去那邊 逛一逛的時候 買了一個相機 然後他會做完成那部電影 然後他買回來 發現裡面有一個打片 然後他拿出來印刷的時候 裡面一個人的就是一個 很那怎麼講 懷念在裡面 所以他看到這個紀念 就是那個相片之後呢 然後他會做完成那部電影 所以後來他的習慣 也是很常去那邊 然後有一個小朋友是 有一個爺爺是 去那邊買了一個 冒冤金 他只是要想要送給孫子 他買的時候是很便宜的 然後後來那個孫子 長大之後 他就是這個東西 反正都在這裡 然後拿出來想要賣的時候 發現這個是很值錢的 這個是以前蘇聯年代的 藏軍才會用到的那種 舞動的很值得的 所以他買的時候是幾百塊 然後他賣的時候是 幾萬塊台幣 所以有的時候那邊是 你們就是逛一逛的時候 看到有些東西覺得 買回來當作紀念品 去那邊可以體驗懷念 這真的不錯 好的小輝 如果是講到泰國 其實泰國的市集很多 但我蠻推薦的一個市集 叫做 沒有 已經很久很久 每個人都知道了 七七的 華新 他在華新 對他是週末市集 裡面就會有賣一些手工藝品 或者是那些自己那種創意的 就是設計師的創意的東西 還有一些很多 像我三次第一次去的時候 我就看上了一個就是 當地的設計師做的一個耳環 我一看一眼我就覺得 我超喜歡的就是這個 毛頭鷹 對 這是毛頭鷹 因為他的賺好漂亮喔 對 那這個你們猜多少錢 五百 那這個東西很貴 不只啊 對 我覺得大家 因為我看的時候 我又覺得 應該滿貴的 其實我問的價錢 就是 一百九 所以我就馬上就 不講價了 就趕快買下來 兩百不用找 對 那就是這樣 真的喔 對 所以是 它還有那邊就是有一些 就是比較有創意的 就是這是 那個 泰國椰子嘛 椰子可做的手錶 好酷喔 對 就滿酷的 就是這些都是我自己拍的 就是一個一百塊 除了這邊的話 還有除了你逛累了之後 我就覺得 去華新是海邊對不對 那一定要吃海鮮 它那邊的市集就是 它有分一部分出來就是 這邊全部都是吃的 海鮮超級便宜 那它的座位又非常的大 就是你就吃到飽 一千塊的話 你肚子吃到撐到死了 已經講到泰國 那我們來逛一下 東南亞市 其實東南亞市 真的很多地方是很便宜的 我今天吃到這個 它裡面的東西 幾乎都是 同板架 那就是遼國的 重重市集 哇 泰國也要 同板架 同板架 這一盤才幾十塊而已而已 那個是什麼啊 這個好像是殘 殘有 殘殼 殘殼這樣的殘有 然後這個是目前最 平易近人的 因為它吃起來 就很像我們的西蝦嘛 然後我們慢慢揭曉 下一個就是 好好吃 這個好吃 竹蟲 竹蟲 你也像薯條啦 又香又脆又酥 真的像薯條嗎 很像超像 它是所有蟲裡面 我覺得算是好吃的 最好吃的 就是離開這個市場之後 你還會甚至想要買一包 然後變種 我覺得你太誇張了 你太誇張了 然後再一個就比較嚇人點 但是也很好吃 什麼東西 我不確定 蟑螂 這個不行 這個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這麼大一隻耶 好噁心 它真的很好 這個真的很好吃 這個市集是當地人在逛的嗎 還是 其實蠻多觀光客的 我們大部分是把它做成辣椒醬 而且很多泰國菜裡面 都有這個 對 其實都有 超 對 然後還有其他的 除了這些寵魚 我還有一些你想像不到了 像是 生鮮的 就一堆西蝦 這什麼 這個我就沒吃了 因為這個我覺得就有點嚇人了 他們賣活的 然後一整把整把在賣 我現在有點胃酸 黃色 但是那個價錢是比較貴嗎 或是比較便宜 很便宜 很便宜 因為現在是日本是 那個 宿物越來越少的關係 就 賣這樣的東西的店 越來越多了 然後 外面的自動販賣界是 開始賣就是 蟲嗎 蟲嗎 你都在日本真的嗎 什麼蟲 各式各樣 很多種的 很多種的蟲 換他問題不能太深 不能太深 他只要問什麼 就這樣我也 太重了 外賣機現在要賣蟲 他發賣機就有賣 但是很貴 就是一包就大概五百到一千塊 那為什麼要吃 因為食物不夠 食物不夠 兩食 錢夠 錢夠 我也開始在美國聽說 一些人也在養這些蟲 開始 開始連續吃 你就便宜 你要養這些東西 比養一頭牛 會一直 而且營養也夠 然後營養也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要 我們一起養啊 沒有想到你的故事講完 讓我們 開個新商機 讓我們想到 我們國際在有糧食危機 這樣就 不錯不錯 OK 魯卡斯 我們有一個城市叫做 Goyangia 它有122個 Goyangia 122個 市基 市基 就類似這種 就很像一個很大的 也是一樣 其實這個我覺得 跟Chadu Chadu Chadu 差不多一樣的 好像比Chadu大一點 然後每個都說 這個全世界最大 可是每個都 看起來蠻漂亮的 就是 我覺得這個的特色 是因為它會跟台灣一樣 就是開到很晚 就是 繁衍之後還開 然後我覺得真的 因為我沒取過嘛 所以 我看照片 覺得跟台灣很像 所以它是賣衣服 食物 食物 就什麼都有 就真的有一件 找 可是我看照片 衣服都很醜 然後 都喜歡 擦 都喜歡 甘 然後呢 我覺得台灣人比較想聽的是這個吃的 因為我們逛刺激的時候一定會吃這個東西 叫做這個東西呢 很有趣是因為是中國人 是中國人發明的 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是 他是唱卡喔 中國人的蠢蠢 是中國人到巴西那邊 用中國人的方式把它做出來 對對對 蠢蠢 但是材料是巴西的 可是這個比蠢蠢好吃很多很多 然後他是裡面東西很多 這個是各樣的口味 像這個是肉嘛 然後這個是蝦子 超級多耶 而且這跟蠢蠢差太多了 差很多啊 這很像Burrito吧 沒有 完全沒關係 因為它是雜的 它這個是一個脆脆的皮 有一點點類似那個蠢蠢的皮 可是跟 棺材版 它有一點像 它好像我們早餐在吃肉甜餅 是不是 叫什麼 炸餃子 有一點像炸餃子的皮 可是裡面東西吃得 好好吃 然後我們都會一邊管吃 一邊吃這個東西 這個是雞肉口味 但是什麼口味 蘋果派啊 的外皮 對 那個 那個是裡面是鹹的 好 終於找到了 我覺得很驚訝的是 因為它的歷史是 原來是來自中國的一個東西 然後現在很巴西很巴西 然後我們都會配著 啤酒 甘蔗汁 甘蔗汁 我那個在韓國住的巴西朋友 他來泰王的時候 然後在野市 看到有在買甘蔗汁的時候 他快哭了 然後一邊吃東西一邊喝 我到巴西了 這個感覺 好 想到南美洲 我要介紹一下 南美洲其實有個非常有名的市集 在那個玻利維亞 它叫做女巫市集 那女巫市集 它其實賣的很多 就是女巫在做法的一些道具 那其實在玻利維亞這個地方 就是大家聽到女巫做法 不要往不好的方面想 它就有點像我們台灣就是 你有時候什麼運氣不好 去廟裡面祭改啊 請那種廟 叫格文博士讓法師 的這種概念 在玻利維亞就是請女巫去做 像這個白白的 你不要以為它是娃娃或什麼 它是動物的 它是動物的甘屍 像看到 這個是草泥馬 因為在南美 都很多的羊駝草泥馬 它真正是草泥馬曬甘 對 它是甘屍 然後這個市集賣 非常多動物的甘屍 不同的甘屍有不同的功效 那羊駝最多 是因為羊駝在當地是講說 如果你今天要蓋一個新的房子 那工人就會要求這個地主說 你要用一隻活生生的羊駝 把它殺掉 然後買在那個地上 才會保這個工地平安 羊駝很可愛 但是因為演變到現在 就不可能這麼野蠻 然後大家也沒有那麼多的錢 去買一隻活生生的羊駝 所以就會去這市集買這個 羊駝的甘屍去做法 那如果你今天是有親人 朋友生病 你想要幫他祈福 就是買豬的甘屍 那其他還有像是什麼 青蛙的甘屍 就是帶來錢財 還有很流行就是買豹的甘屍 豹的甘屍做法之後 他們把它掛在家裡的門後 就是會保平安 就是讓豹的靈魂幫你保平安 然後在當地最多人會買的甘屍 其實它不叫甘屍 其實是那翔尾蛇的那個尾巴 就那一節 那一節 對 他們覺得那個東西是很 會帶來幸運的 然後又很好攜帶 然後結束越多 因為他可能活了比較久 所以就覺得結束越多是越有價值 越幸運的 對 所以在這個市井 你就可以看到 其實我一般人其實不會買 但是你就可以去看到 非常各式各樣的甘屍 然後除了你可以買到這些甘屍之外 你還可以在這個地方 買到一些骨科葉的食品 像拉巴斯這種地方 就是玻利維亞或是蜜乳 有很多那種三四千 五千那種高山 他這高山症非常幫助 對對對 所以他們平常就會泡 那種骨科葉的茶來喝 然後有些糖果裡面 就有骨科的那個葉子 就吃起來是OK 但是只是經過提煉之後 會變成骨科鹼 所以大家常常會把骨科鹼 這個毒品跟骨科葉搞混 然後你吃那個粉的話 嘴巴會有點麻麻的 蠻有趣的 就觀光哥可以嘗試一下 所以骨科葉的糖果可以帶回來 台湾好像不行 就有點像是在荷蘭 你可以當地吃大麻的蛋糕什麼 但是當再帶回來 好像不行 那羊駝的甘屍呢 也不行 開玩笑 那接下來聊一下逛你們國家市集 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呢 到美國 到美國如果你去農夫市集 因為他有的地方 有一些比較像台灣的傳統市場 但他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點 是不能殺價啦 人家你去最好 如果你想要得到一些 比較便宜的價格的話 我還是會建議你去跟那個老闆聊天 他們因為他們會去農夫市集的那些老闆 那些農夫 其實他們是喜歡跟人聊 跟他們聊天 有時候他們還是會送你什麼 或者是沒關係 這個我多給你啊 幾個什麼之類的 他們會這樣子 所以 但你絕對不要跟他們殺價 他們會覺得非常沒有禮貌 那是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是因為很多 我帶台灣台灣人去美國的時候 他們很喜歡不管去哪裡 他們都很喜歡買水果 台灣人很愛吃水果 但你要先 如果你要去這個農夫市集的話 因為他們的水果是很有名的 但你要注意季節 像華盛甄州我的州 我們是蘋果最多 我們是八月到十一月才會市集才會有蘋果 對 或者櫻桃櫻桃也是我們很有名的 寫過我愛吃的 六月到八月 那草莓的話 草莓台灣季節是什麼時候 冬天 我們是夏天 對我們是夏天 六月到九月都買得到草莓 所以你就是你可以上網查 我在我在哪一個城市 現在是哪一個蔬菜水果的季節 那你可以先規劃好 那我今天如果我們去逛那個市集 我可以買什麼水果 蔬菜 你知道台灣是水果王國 但我這次去LA 我發現他們有兩個比台灣的還要再更甜 然後超便宜 因為美國現在那個通膨很嚴重嘛 什麼都貴到翻掉 然後我去買這麼大一顆西瓜 真的這麼大 沒有那麼誇張 這麼大 我沒有看過這麼大西瓜 你猜多少錢 而且非常非常甜 非常的水分多 不到 蛤 零塊多 你那西瓜超大耶 真的 然後我吃了好久都吃不完 還有芒果 芒果這麼大 你嚇死 沒有西瓜這麼大 芒果沒有 可是芒果很好吃 然後也不軌 所以要看季節 其實要看季節 他在法國跟美國一樣 不可以傻叫 不然他們會覺得沒禮貌 好的 也不可以亂摸 不然你會被熊 但是最要注意的事情是 每個東西的價錢 因為通常我們的設計是算重量 不是一包一包 是一百公克多少錢 像是這個餅乾 他們會說一公斤三十六二元 但是如果你想買一百公克 所以你要自己裝 袋子還是盒子 但是大部分的人 沒有良的感覺 浮現的時候 你真的會小到 那我可以先裝一點 然後請老闆幫我蹭一下 最好的做法是 直接問老闆可不可以幫我裝 五二元還是一百克 終於不會被騙 好的 在日本的話 那如果沒有坐的移植 沒有坐的地方的話 還要坐在地... 地... 坐地上吃東西 對 一定要坐上面 一樣要跪著嗎 沒有 隨便坐沒關係 應該是對台灣人來說 就是站的姿比較好吧 對 但是對我們來說的話 站的姿勢比較不好 還是坐地板比較好 外面也是 那另外一個 是排隊的方法 應該是對台灣人來說 排隊的方法是 就是比如說 兩個人去吃東西的時候 先一個人去排隊 然後一個人去停車 對 然後再過來找他一起排隊 這個在日本不行 如果是兩個人去吃的話 兩個人到幾的時候 再開始排隊 不然之後進來的一個人 就是插隊的意思 所以說像我們在台灣的話 都是我們就 比如說我們開車 在保護公司 請我老婆先下去排隊 那我停完車再找他 這樣就不行 所以其實迪士尼也是一樣的 喔 就迪士尼的時候 一個人先去排一下 然後另外的人再過來 一直進來進來 這樣不行 所以排隊一個人就是一個人 一個人就是一個人的 我們最多可以容罵 不要太多 可是很多台灣的 日本辣麵店 也不讓你這樣排隊 對 要人道了才可以 對 這也是有好有壞啦 他在講話 你小心啊 我沒講 因為家庭人數 如果家庭人數重播的話 那就麻煩了 對 好 所以我們今天聊了 各國的市集 有台灣的 然後有世界各地的 接下來你想去哪裡玩呢 趕快做好功課 對啊 還有所有的規矩 都要好好地記得喔 OK 今天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大家今天怎麼會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分享出去喔 謝謝你